喵 貴雨 恐怖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貴雨 太蒼褂 大家好 太羞恥了 大家好 我是美食出來的千千 今天呢我們來做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而且我只能說在這個時期能夠吃到這個東西 我只能說的就是一個富翁 那就是鮭魚 鮭魚呢最近取得非常的難 因為其實航運整個大亂 所以呢其實現在鮭魚像針鮮 它現在就已經不販售鮭魚生魚片了 尤其是挪威的鮭魚 價格更是長得非常的誇張 所以呢我今天就決定要來當一個鮭魚富翁 今天呢就要用挪威的鮭魚來做鮭魚拉麵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今天呢買的就是兩斤半的挪威 漲幅最誇張的 這莫非是財富自由的味道嗎 而且呢我今天買的呢是鮭魚肚 你看這兩斤半的 有沒有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切它了 雖然說我是鮭魚富翁 還是覺得好像有點可惡耶 這是生鮮級的鮭魚喔 所以我跟大家說就是 你買鮭魚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它可不可以生鮮 千萬五湯 五湯喔 去捕威一下 就直接這樣吃了 我跟你講它在吃紅醉 知不知道 不可以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選一下壽司師傅 他們通常都會壓一壓 那我們也就壓一壓 先自己 而且 最近好不好切呢 你可以 你看這樣 有沒有 而且它的油脂不愧是肚子耶 真的非常的厚 大家喜歡吃就是生魚片啊 或是海鮮 你們喜歡吃什麼魚啊 我以前非常的熱愛吃鮭魚 後來呢是愛吃鮪魚 你看這個的油脂 你看 你一砍砍… 你看看 而且你看桌子全部都是油脂 吸火… 真的是有點拉麵的感覺耶 可是這個拉麵看起來又有點… 這我感覺等一下夾起來會… 會被它的油… 你看這個 切好了 太棒了 先來吃一個看看 哇 這個油脂真的很驚人 有沒有整個油到發光 你看這個 魚肉的油脂是不是很驚人 開始做醬料吧 我來做醬料了 我想要給它有點蕎麥麵的感覺 所以呢 攪拌一下它 然後芥末麵的味道要醬料 擺盤吧 擺盤囉 好像一個螺旋王 這個擺盤喔 各位 魚卵才對 那應該會把它自燒了 各位 OK 漂亮 這個擺盤大家給我幾分 0分 鮭魚 上菜吧 完成了我們的鮭魚拉麵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呢 老實說這一次買的 因為是鮭魚肚啊 哇 它那個油脂整個炸裂耶 就會有種和牛的感覺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鮭魚呢它在拉丁文中叫做三文 就是有上升的意思 因為鮭魚它就是會逆流的上 就是反正就一直就說這魚它既然它沒有翅膀 可是還是可以逆流的上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我就要問大家了 是不是想要吹我趕快吃 大家知道 就是為什麼吃鮭魚會肚子痛嗎 因為它會在餵食道逆流 逆流的上 好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是怎麼樣吧 沾一下 像吃蕎麥麵一樣 哇 吃起來油脂非常的豐厚 然後它味道吃起來又非常的香甜 它其實咬起來口感很好耶 它整個油脂感香氣又更加的明顯 我覺得我這長條切的長度非常剛好 果然還是要沾到有一點芥末吃起來的味道 才是夠迷人 大家喜歡吃剩魚片還是喜歡吃臥壽司啊 我其實個人比較喜歡握的壽司 有一點點醋飯這樣子 我來加一點海苔試試看 加起來 看看 嗯 這樣也好吃 我以遜雷不及煙的速度膩了 我跟你講 鮭魚肚真的太肥了 我剛剛只有吃一點點 我就覺得稍微有點小膩 所以呢 它這個很好吃 我必須要講 真的很好吃 吃個幾片就覺得很滿足了 嗯 酒圍的被華沙比同鼻孔 不知道大家剛剛一直聽到鮭魚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它是咒術迴戰裡面 狗捲的角色 咒術迴戰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狗捲了 因為我覺得它超級無敵帥 但是我後來看完咒術迴戰0之後 可是我有點被遺骨圈粉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還仔細想 不對 我們家遺卷還是最棒的 私有默默的就把它递進來 你各位 我告訴你 吃鮭魚三次的時候 會吃到有點膩口 應該只有我吧 一直吃那麼多 的時候呢 我跟你說 絕對不要勉強自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好吃的東西 就是要讓它一直維持著美味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的鮭魚三次 要邁向下一個步驟了 首先呢 我們先來把它炙燒一下 我們第一個炙燒呢 我們就單純的炙燒它 不要加任何東西 大家有看水水餐車了嗎 水水餐車真的要看啊 水水餐車呢 裡面不是有一個鐵盤在烤 用烤布蕾 就是這一個鐵盤 好 來喔 花蓮的朋友… 太棒了… 就是這一個鐵盤 很多用 我們就來炙燒它 我跟你說 像這麼肥的 你看 你炙燒它 我跟你講 它也是很美味的 OK 好香… 好香 因為它油脂非常的多 它聞起來香味很不得了耶 酷 像這樣 入口即化 你舌頭稍微一壓 它就整個化… 這叫炙燒鮭魚麵條 炙燒 暫時… 因為你有看到它有多油嗎 我邊吃它有整個邊噴耶 有沒有 我們接下來要來第四吃 OK 真的是不得了 那我們現在上面換撒點砂糖 來囉 我這看起來 哇 好讚… 療癒… 大家… 你有聞到香味嗎 你看這個 脆脆的 有沒有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那個油脂香已經很棒了 又有炙燒的味道 重點是那個砂糖 你就是稍微炙燒過後 香味跟甜味合在你就會覺得好搭喔 天啊 我真的是 我今天很幸福耶 來 不是有說它還查到另外一種 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是起司 好快樂喔 這個 這個真的好香耶 哇 這個真的好香耶 這個看起來超厲害的耶 因為它既有脆片 然後又有像起司 你看這個柑西 好好吃喔 我跟大家說不一定要放起司 砂糖跟美乃滋其實就很讚了 而且我剛剛糖不是撒的比較多嗎 那個脆脆的香味真的好棒喔 脆脆的口感 吃完了 因為我剛剛覺得加起司也不錯 但是感覺味道上稍微複雜了一點 但是只有砂糖跟那個美乃滋感覺一定讚爆 因為你用了很多變化 所以你的每一口在你的嘴巴裡面 都是一個滿足的感覺的感覺 The feeling So good 我的最後一個 鮭魚 開始吧 Feel so good today 真的是 我也是很會自燒之人喔 有沒有聽到 好好吃 好好吃 吃完了 我們的鮭魚拉麵 雖然說到最後已經沒有很拉麵的感覺 已經變成了鮭魚的各種吃法 你知道前面就是吃鮭魚拉麵 吃好像有點膩口的時候 就換另外不同的調味方式 所以你從頭到尾你都覺得 相當的滿足 相當的美味 所以就是非常感謝這隻鮭魚的犧牲 因為最近因為航班大亂的關係 所以缺鮭魚嘛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之後呢 有吃到鮭魚或買到鮭魚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做看 對 然後 嘿 拜拜 我不尷尬就是別人尷尬 但我尷尬耶 哎呀 各位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以及訂閱CAT 即可以搶先14天 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14天